众所周知 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艺人虽然才华横溢 但是颜值却不是很高 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实很多明星年轻的时候颜值都很高 而且都曾是国民校草校花级别的人物 比如我们熟知的沈腾 沈腾曾经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校草 年轻时的颜值简直太能打了 当然军艺的校草不仅有沈腾 还有沈腾和洋洋 而今天小胡要说的也是来自军艺 并且在华语乐坛取得重要成绩的一位明星歌手 他不仅是和陈奕迅 葛优 赵薇等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现在更是太入说唱界 话是阿卡西藏汉匪 说到这 想必大家也猜到了我要说的是谁了吧 他就是歌手韩红 韩红 1971年9月26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中国内地著名藏族女歌唱家 辞曲创作人 音乐制作人 导演 主持人 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国家一级演员 除了这些身份有外 韩红还是一名公益志愿者 他成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曾被评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并在2016年夺得中国慈善名人榜第一名 在武汉疫情期间 更是奋不顾身第一时间投入公益援助之中 作为歌手的他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作品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青藏高原天路》 《美丽的神话》 《天亮了》 《荣花》 以及和林俊杰合作的《飞云之下》等 肯定很多人以为 韩红只是一个歌手 只是会唱歌罢了 学历可能不高 那你就错了 其实韩红不仅歌唱得好 公益做得好 在学习上更是个学霸 他曾担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并先后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 最后还考上了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 韩红老师的人生历程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的人生履历就像他的歌曲一样大气磅礴 引人深思 韩红还曾考取世界名校哈佛大学 并且收到了哈佛寄到国内的录取通知书 韩红曾在多年前的鲁豫有约节目上自爆过这一经历 他直言当年自己努力学习 并且考上了哈佛 收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后 自己也十分高兴 但是想到自己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的时候 他决定不出国了 他认为祖国更需要他 如今的他虽然没去哈佛 但是还收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他也成为了中国百姓心中最善良的公益明星 而且还是家喻户晓的歌手 据悉韩红的成长经历是十分坎坷的 其母亲雍兮曾是藏族的一名歌唱家 曾因创作和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而广为人知 韩红的父亲生前也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一名相声演员 但是在韩红六岁的那年不幸去世 父亲去世过后家里情况大变 韩红被母亲送到了北京与奶奶和叔叔一起生活 后来奶奶去世 韩红大哭 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做慈善的决心 自小在北京长大的韩红喜欢交朋友 因此也认识了张一山的父亲 两人因为投缘还结成了兄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韩红后来自曝张一山是自己侄子的原因 大部分网友一直认为韩红虽然唱功好 人也善良 但是颜值不高 其实你们只是没有看过韩红老师年轻时的照片 据说年轻时的韩红在部队里是个人人称道的美人 不仅学习好工作能力强 而且颜值更是让一众男生为之倾倒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年轻时的韩红肤白貌美 身材也是很好 穿上军装后更是英姿飒爽 让人挪不开眼睛 很多网友都没想到现在颜值并不出众的韩红年轻时竟然是如此的风姿绰约 如今48岁的韩红早已退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和英姿飒爽 脸上更多了一份坚毅和时光留下的印记 这样一位又有才华 又有颜值 并且热心公益的歌手你们爱了吗